花花挂件教程第二期 然后我们的花瓣就勾好了 接着我们换线进行勾最外面的一圈 换线的时候我们先找到这边这边的位置 然后先穿针进去 直接带这个线过来 然后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手指头辅助一下 接着我们勾五个锁针 一二三四五 五个锁针先拉长 先处理一下这个接线的部分 我们需要把这一个线和这一个线给它扯紧 扯一下之后这一个浅颜色的断线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两个线给它打结 打结固定在里面 打完结之后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接着用深色的线进行编织 先编织五个锁针了之后 接着我们下一个针目是在这花瓣上进行编织 我们上一圈勾织的三卷长针 对应的这一个顶部的小微字上面 因为总共编织了四个三卷长针 所以我们每一个三卷长针上面都要勾一个短针 单线过来勾一个短针 两个 三个 四个 每一个对应的针上面都要勾一个短针 勾完之后 勾完四个短针了之后 勾五个锁针 一二三四五 然后在两个花瓣的中间 入针 做一下引拔 再先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引拔一下 接着编织五个锁针 二三四五 然后还是在花瓣上面勾四个短针 接着一二三四五 然后在两个花瓣的中间做一下引拔 就这样每一个花瓣都是这样进行编织 大家自己编织完这一圈 这一圈我们勾好了之后直接找到这边第一针的位置 然后我们做一下引拔 再线过来再带过下一个线圈引拔一下 引拔完成了之后我们勾一个挂绳部分 勾针让线直接勾锁针 我是勾了60个锁针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长度去勾锁针 勾完自己想要的长度 大家自己勾出来吧 勾完60个锁针之后 我们直接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扯过来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线头和这里面的给它 任意一个线头打结处理 这一片小花就做好了 我们需要再勾出来一片一模一样的 不带挂绳的 大家自己勾出来吧 另一个我们也勾好了之后 直接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然后这一片小花也勾好了 我们这两个织片全都勾好了之后 直接这样对着放 中间涂上适量的热溶胶给它粘起来 两面对着 这样就是双面的小花花挂件 大家自己粘起来吧 粘好了之后 这两个小花花挂件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做起来吧